他這個故事有太多事情要補充 北部 北部意思要講話 還是要平板 還是要平板 因為第一個 這個就是說 其實也跟很多 前面先講這個藍尾炎這一段 很多小朋友小顆會發生怎麼樣 小孩子腸胃炎 一到兩個禮拜之後 突然病發藍尾炎 然後這個 所以這個要告訴你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只要你造成藍尾的 以前講過 只要動脈打進去藍尾 靜脈或淋巴回不來 藍尾就會腫起來 當你一個很厲害很厲害 感染的腸胃炎 哪怕你是病毒的腸胃炎 只要你到後來 本來只影響小腸 後來影響到藍尾這附近的 淋巴或靜脈回流的時候 家長就會說 會不會前一兩個禮拜前 就是藍尾炎 其實不是 是後面 所以他前面看著北部的意思 應該是真的他腸胃炎 所以他後面發炎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併發這個藍尾炎的事情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 現在的時代 因為以前他那個時代 應該電腦斷層非常非常貴 所以那時候其實不會去做電腦斷層 其實以他那個時候 只要一做電腦斷層 他會看到就算已經爆了 爆或不爆下面會有一堆農 因為這些農在這邊 不管你原因哪來的 甚至搞不好癌症也有可能 你一定要進去看 所以一定會進去看 所以他說的開開看 其實或許是醫師的解釋不夠完整 或者是他得到訊息不夠好 這個我們叫 就是當我們臨床上懷疑 你肚子確定有問題 可是我們用任何非侵入室的檢查 我們沒有辦法診斷病因 但是我就知道 你就是肚子出了問題 那叫剖膚探查 就把肚子開個小凳 我們進去直接找 到底你哪邊出問題 所以他說 而且我到最後是腹膜也很嚴重 我最後住了十天的醫院 我每一天後面開完刀的結局 就是因為那個已經很嚴重 到都有感染 所以他沒有辦法全部吸得很乾淨 因為畢竟裡面的腸胃很脆弱 所以得讓它自然好 所以我每天就是發高燒 仍然都是持續一直到第十天 十天 這樣好折磨 對 那個是十天 有一些疾病 它是有一個流程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會 半開玩笑就是說 你看了很多名醫都沒有用 到最後診察出來的是 那個實習醫師 因為他走急診 那你剛好到急診去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 因為已經知道最嚴重 到那個程度了 那所以剛剛講到說 剖膚探查 我們現在大概都是用 腹腔筋的方式就是會進去 那事實上也是一種治療 那第二個就是說 像剛剛提到說位置 因為事實上剛剛講到說 那個我們的骨盆腔的部分 右邊是藍尾 可是中間有子宮 旁邊有軟巢 疏軟管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急診的時候 最討厭的就是半夜 那個急診科醫師 明明看到那個藍尾炎 要開不開 然後又要叫副產科說 你確定一下 不是骨盆腔發炎以後 我再開 常常會有這樣 對 所以有時候說 不是很確定的時候 我們也不希望說 美美的小姐 我們就把她肚子抓來 給她動一個刀 什麼開開看這樣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先比較保守治療 也是跟這個都有相關 其實全堂醫師都很好 對 好不然人就走下去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辛苦 我聽過一個例子 就小朋友 其實他講說 腸胃肚子孤孤的 已經大概說 兩三個月了 但那天來急診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說頭去撞到 兩個小朋友 頭跟頭互撞 那我看頭互撞 通常一定就會稍微紅腫 它像是被棒子打到一樣 整個就是一個 腫得很大包 但還有另一個點 她的意識很糟糕 就幾乎都在昏昏沉沉的 我們就很擔心說 這小孩怎麼回事 衣服打開來看 哇 肚子真的鼓鼓的 然後 就是我們當然就有警覺了 很緊張說 全身都有衣青 然後意氣不大好 頭又走一包 很怕是被打出來了 對 很像虐 加暴 像的虐 所以我們就趕快 去幫她掃了電腦斷層 找身上有沒有出血 那幫她掃了電腦斷層 發現也都沒有出血 然後我們找了社工去跟她肯談 想說為什麼意識這麼差 跟媽看有沒有高風險的問題 談一談也沒有 那我們就請爸爸媽來我來談 然後我感覺他們也是 滿緊張的小孩狀況 不像是他們打出來的 當然我們就照去虛馬 就看說她不只這樣子全身餘青 眼睛也黃黃的 人白白的 趕快去抽血 然後就發現答案出來了 她抽血的白血球 到九十幾萬 接近一百萬 天啊 這麼高 高了一百倍 天啊 診斷是一個急性白血病 小兒童的一個急性白血病 還是很想趕快救這孩子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救回來 所以說後來她發生的事情 是她有個很嚴重的腦出血 因為那個可能那個負擔太大 到九十幾萬 對 所以回溯這個歷史的話 想說如果肚子障能少一點點 少個兩三天 說不定 發現的話 我們講大概兩三天也許 因為她剛好在治療過程 稍微好轉的時候 就突然打一個非常厲害的腦出血 就差個兩三天 這個肚子障的問題我覺得 不只小孩子 女性朋友更常見 那我這邊也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她也是比較 也比較悲傷一點 這個是一個真實案例 就發生在大概半年前 她就是一個五十幾歲的女性 然後她的話就是說 她會常常覺得頭暈 然後會覺得很容易累 然後她常常覺得她肚子很障 但是這個已經很久了 她都沒有去理她 她兒子就跟她說 那就是她兒子嫌她肚子很大 她就想說 那我最近好像又感覺很累 然後摸一摸覺得怎麼 肚子凸凸的 好像好像真的有硬硬的 她就自己害怕 她就才來看醫生 結果看醫生我們就 這樣摸一摸 結果就叫她躺到床上 結果躺到床上就發現 她平躺的時候 左右兩邊肚子都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我就用手摸 就直接摸到一個硬硬的腫塊了 那那個的話超音波一掃描 就很確定 那是一個很腫大的皮脹 我們的成年人皮脹 一般是沒有功能的 小朋友是免疫器官 到成年人皮脹的功能比較少 這個媽媽她的 所以非常大已經都長到正中間 所以才摸得到 那這個的話 再看看她的臉 覺得她臉色很蒼白 然後睫膜都是蒼白的 就知道她有貧血 所以我們當下就給她抽血 抽血以後就跟剛剛那個 黃醫師分享的案例一樣 正常人我們男生 女生不管 白血球大概1萬 這個媽媽她 白血球就6萬多 你看 可是她沒有發燒 她人是好好走進來 你只是覺得她很虛 那這種我們一看到 這就是一定就是 血癌 就白血病 血球 然後那個再看她的白血球裡面 就說她不只白血6萬多 她有那個叫牙細胞 牙細胞 就是血癌的細胞 是一種不成熟的血球 所以看到這個以後就 跟她說你這要趕快轉診 她說我現在 然後我跟她說 那你就保護好自己 我轉診 那開臉 我跟妳介紹我以前 醫學中心的老師 然後她就拖拖拖 參加完她兒子的婚禮 才去救醫 對 結果很不幸 後來那個老師的報告傳回來 她得到的是 是屬於 比較常見的小兒 發生的一種訓練 但是發生在大人身上 所以她後來還是很積極治療 但是結果不如預期 對 如果一般人到底是 又不可能失蹤 不去參加兒子婚禮 對 而且喜事也不好意思說什麼 讓他們也覺得擔心 對 也不能讓他們擔心 一般都會選擇參加完畢 對 但就言不就意了 她就是拖了太久了 她忽略了自己身體 一些訊號 我們那時候想說 她本來是慢性的 結果拖到她突然 咔一下發作的時候 她才跑來看 真的滿可惜的 我大概在六七年前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我那時候晚上 我永遠記得 吃了三大碗的麻油雞 然後 想說吃麻油雞 吃東西都很不得意 吃豆豆吧 你怎麼這麼吃 我吃 家裡煮麻油雞 你就吃了 我就吃了三大碗 就是吞大碗 然後那時候我大概 晚上十點多準備要睡 我躺在床上 結果你知道我突然 肚子痛 痛到就是 通常肚子痛或是筋痛 你只要換一個位置 比如說側睡或者是 就會減緩對不對 對 就會減緩 可是你知道我換什麼姿勢 都沒有用 然後反而痛到我連 相對應的背這個位置 也痛起來 都痛 我覺得我好像就是 裡面有一個異形要穿出來 然後我就一直忍 然後我就直接想說 不行 我一定要去醫院 然後我家人就 匆匆忙忙帶我去急診以後 醫生就幫我打止痛針 可是他幫我打完止痛針 第一針下去 我並沒有感覺到 非常的減緩 我的疼痛 所以後來又追加了第二針 然後醫生又說 你這個詳細的檢查 你必須要到就是 隔天我幫你掛門診 然後你去檢查 隔天 對 因為打完就不痛了 打完兩針我已經不痛了 然後我就說好 結果你知道我後來 離開急診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休息完的狀態 然後也沒有感覺到疼痛 隔天早上就更不用講 我就覺得好像沒事了 伸龍和虎了 好像昨天一切都是夢這樣子 所以我到早上我想說 門診單算了吧 我就沒去了 就不去了 結果隔天晚上 又來了 我晚上差不多的時間 我又開始疼 我第二天雖然又進了急診 但是我隔天收到 早上又拿著門診單 想說又不痛了 想說那就不用再去了 你很固執耶 對啊 你真的很固執 我想說 因為不會痛了 你要去門診 你要跟醫生說你哪裡痛 你已經說不出來了 你知道嗎 你也習慣不出來了 然後到第三天晚上 同一個時間 我又痛了 然後我上到急診室的時候 那個護士小姐說 好好奇到底什麼 對啊 到底什麼病 你去躺著就好了 我等一下要幫你推進去 然後醫生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再不看門診 你打完痛死嗎 然後他有說 醫生生氣了 但是我那天晚上就是 也是很難過的在急診 就在急診室睡了一晚 然後隔天早上我想說不行 這樣連三天好像真的是 應該要去檢查一下 結果後來我去門診檢查的時候 才那個醫生跟我說 就是我是 膽結石 那你現在要選擇了 你要不要把膽拿掉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好吧 我回家思考一下好了 結果你知道我回到家 第四天晚上 又痛嗎 我又痛 真的 又是我家的 我又覺得好麻煩 我好久 我家也很焦躁 結果你知道我隔天 第四天早上 就是第四天晚上痛完 我第五天早上的時候 我就馬上去門診報到 我就跟醫生說 如果我把膽拿掉 我會不會發胖 我就很在意 每一天就是在意中心情 就是很值得擔心 然後我說你膽拿掉 你就不會 你就 你的油脂就會吸收 你就會發胖 就不要吃油脂 我就很緊張 我就跟那個醫生說 我膽拿掉會不會發胖 醫生就大笑 他就說 我上一個病人是男生 他也要拿膽 他在意的是 他會不會 男女生在意的都不一樣 我是比較在意 會不會切完糊頭 後來醫生跟我說 你膽如果拿掉 你是不會發胖的 而且你反而 還會胖不了 因為你的油脂 你沒辦法吸收 你就會一直拉肚子 然後我聽完 我就跟醫生說 立刻去開箱 我馬上拿 你馬上拿 你們這個不要教壞人家 那沒事 你們好好的 就有油脂啦 他們這是錯誤的 這是錯誤的 但是其實我也有付出 相同的代價 就是比如說像我現在 就是吃稍微一點油 鹹酥雞 這些你不用想 麻辣鍋我一定拉肚子 而且即便你覺得你吃得很清淡 我還是拉